七个半月胎儿三间半反流有什么危害 行李箱 产科 主任医师 孩子的心脏发育就是最早 你看孩子49天 从你末次月经开始算 49天定位胎性的波动了 他的心脏发育是最早的 心脏采烧一般是26周 就孩子26周的时候 你做一个心脏采烧 如果是三间半少量的反流 应该是对孩子没有影响的 因为在他不断地长大发育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发育好了 就是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少量的反流 这只是早期没有完全发育好的状况 可能出现的 但是生出来以后和空气的接触 然后不断地完善的过程中 他可能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也应该是不用做手术的 如果是三间半反流 大家不用担心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老想着我是不是有先心呢 但是他随着发育的 他可能就会长好了 应该没事了 这个反流也是个别的孩子 但是随着孕州的增大 或者是生出来以后 他心脏在不断地发育 不断地完善的过程 专家提示 一 孩子的心脏应该是最早发育的 二 二十六周时的心脏踩超 发现三间半反流 应该对孩子没有影响 三 少量的反流 只是早期没有完全发育好的状况 出生会慢慢完善 四 随着孕州的增大 孩子的心脏在不断地发育 是一个不断地完善的过程 这就会变你了 我们现在可以变成 不断地发育 我们不断地发育 听